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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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辆马车飞驰进入极北国都 一道来自汉昭帝的问罪诏书 摆在了极北王刘宽的案头 相比父亲极北王刘虎 在位54年之久 此时的刘宽 刚刚执政12年 但在收到诏书后不久 他便自吻于王宫之内 至此极北国灭 改国为郡 赵书内究竟写了什么 能让一代诸侯王甘于自吻 他去世后又葬在何处 周边是否还存在着 其他极北王的陵墓 两千多年来 后人从未停止过 寻找这个诸侯国的痕迹 万全节点 这北国被处以后 这个地方称为什么呢 称为北岸仙 在古城的西南方形 在六十年代 曾经发生了一批青铜器 但是也这么没有找到什么 诸侯王的陵墓 1995年的夏天 双汝山汉墓横空出世 深埋于山腹蜘蛛 庞大的牧丧规模 随丧高等级的器物 它会是考古队员 寻找已久的极北亡灵吗 这个结合重重几项吧 我们判断的这个灵墓呢 应该就是西汉极北亡灵 最大的可能性 应该就是六湖 因为六湖呢 温温的做了五十四年的王 而且那个事情呢 应该社会比较稳定 经济比较发达 有事件 有菜里 有井里 应该做人为做王林 种种证据都表明 这里就是 极北王刘胡的墓葬 但此时依然缺少一个确凿的证据 来确认墓主人的身份 随着发掘的深入 考古队员发现了许多不合常理的现象 墓主人下葬时 没有使用西汉诸侯王标配的御衣 反而只是用了简化版的御覆面 而且大墓内出土的御器 少得可怜 同样是汉诸王林 跟其他的汉诸王林比起来 这里的御器 少得可怜 这非常不正常 发掘现场疑云重重 在墓主的驳梗位置 考古队员又发现了一些玉器痕迹 小心拂去附着的泥土 几块非常小的玉石碎片散落一地 这是什么 它又能否成为 解开墓主人身份之谜的关键 1996年6月 双汝山汉墓的发掘 进入倒计时阶段 考古队员已经成功提取 墓主周边的玉石碎片 这十几块小玉石的出现 成为当天发掘 最令人疑惑的现象 从玉石出土的位置来看 他们位于墓主的柏梗处 而且考古队员曾经在 玉石出土的地方 提取出一件禅形的玉器 这是汉墓中常见的一种含玉 也就是逝者含在口中的藏玉 那就意味着 这十几块小玉石 很可能和玉蝉一样 是在下葬时 被塞入墓主口中的 他们会是什么 考古队员开始仔细端详 这些玉石 他们彼此之间 好像存在着联系 似乎是同一种玉器的碎片 于是考古队员尝试着 开始进行拼接 碎片并不太多 按照查口的裂痕进行拼对 考古队员的眼前 很快就出现了一件玉器 形状清晰起来 这是一件玉剑制 是剑鞘上的一种装饰品 另外的碎片 也拼接出一件玉剑制 在汉代 用玉装饰后的剑 一般不用来临阵杀敌 而是一种遗仗器 是显示身份地位的标志之一 用玉剑制陪葬 是当时上流社会贵族的惯例 在江西南昌海昏后的墓葬中 就出土了多件完整的玉剑制 但为什么双汝山汉墓中的 这两件玉剑制 却是碎的呢 难道是千百年来 墓葬塌陷后压碎的 这个病人不是我们发觉的时候 不得破碎的 那碎上手一个就是碎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位置 我们知道 这个它是在管理边的 母主人的实体的颈部的下面 我们这上面还有 还有什么叫母主人的实体 那么还有内观 还有内观 而且外面还有锅 锅上面还有盖板 那么上面呢 它这个空间是很大的 同时呢 我们看到的玉剑呢 应该是非常好的 虽然玉剑还清得非常严重 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看的话 你看保团比较好的 那么它的硬度是比较高的 如果整张情况下 它不会破碎这么厉害 玉剑制出土的位置 在玉枕旁边 玉副面的下方 同样是玉剑的器物 如果陵墓塌陷 肯定会把玉剑面和玉枕 一同压碎 那么 为什么现在只有玉剑制是碎的呢 考古队员有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修复的一个玉剑制 什么事呢 你看很明显很明显的 长期在底下 已经什么呢 包括签 你看包的色度都发生变化了 这样什么的 更加肯定了我们的当初判断 这个玉剑制 在露荡的时候 在露荡之前 那么已经什么的 人们有意识地把它破坏掉的 那么这也非常奇怪的形象 为什么放在这个地方 那么有事是什么呢 有事是这个墓主人 可能有其他情况 诸侯王陵墓 陪葬品的使用 有着严格的规定 那么 将这两件破碎的玉剑制 放置在墓主人身下 有着什么特殊含义呢 又是谁将它们打碎的 笼罩在双汝山旱墓上的神秘气氛 越来越浓了 1996年6月9日 双汝山旱墓的发掘工作 仍在继续进行 此刻 工地上已经下起了萌萌小雨 时刻提醒着考古队员 雨季将要到来 西域仍在息息粒粒的下个不停 到下午两点钟 不仅没有停息的意思 反而越下越大了 已经持续数月的发掘工作 对每一位考古队员来说 都是一种挑战 但是截至目前 考古队员仍然没有找到 一个确凿的证据 来确认墓主人的身份 而且雨季即将到来 墓葬的清理工作 必须尽快结束 发掘现场的气氛 日渐凝重 此时 欲负面 欲禅和欲建制等文物的提取 以及墓主人的 头骨痕迹的玻璃工作 已经全部结束 与此同时 造型别致 雕工细致的预证 展现在考古队员面前 当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 清理着预证 所有发掘队员的目光 都集中到了这里 在预证下面 随着泥土被剥开 又发现了许多金饼 一枚接一枚 一共发现了十九枚 黄灿灿一片 当请着墓主人的中部的时候 这个腰部的时候 突然发现 对什么呢 对那个墓主人的腰部的作策 突然发现什么呢 有个亮晶晶的 今天参战 就发现什么呢 一枚小紧兵 最后大家当然很兴奋 在这里面图现这个东西 大家说 哎呀 将来以后可能得出现吧 得发现得多一点 果然后来呢 我们真的发现了一些紧兵 而且呢 比这个小紧困难 还要大量的 比这个数量还比较可观 这些金饼的出现 让考古队员们异常兴奋 金饼总重量 接近五千克 是当时已发掘的 汉代墓葬中 出土金饼重量最大的 西汉时期 这样的金饼 绝非普通人能够拥有 让考古队员感到更加惊喜的是 在双茹山汉墓出土的 十九枚金饼中 有十八枚上面 都刻有一个王字 在汉代 王是诸侯国藩王的专称 在金饼光洁面刻画文字或符号 是汉代金饼的常见做法 但是刻画的多数为重量 在金饼上刻画王字标记的现象 十分罕见 在国别清楚 墓主确定的大型王墓中 更是绝无仅有 这更加证明了 拥有这些金饼的主人 无疑是一位诸侯王 取出金饼后 双茹山汉墓棺果中随葬的文物 已经全部被提取出来 这让在现场的执行领队 任香红感到十分奇怪 因为在所有的出土文物中 居然没一有发现印章 我们清理理官的时候 更加仔细 更加精神 这可惜什么呢 我们从开始一直到最后 多少次的细致的特别主要关注 包括管内的整个 我们十部分可以说是 全部清完了 但是我们最希望 寻找到的一步没有出现 那就是印章 清理完了 什么事啊 没见到印章 那么于是 有可能就有什么的 有其他的汉译 又有点问题 西汉时期 印章是一个人身份的最重要标志 不论是帝王还是诸侯 下葬时最重要的陪葬品之一 就是印章 而且可能还不止一枚 会有象征权力的金银 还会有用玉做的丝印 在广州南越王墓中 就出土了 刻有文帝行径的龙钮金银 以及刻有墓主人姓名的 富斗玉印 即便是当时没有权利的富贵人家 下葬也会放入逝者的私印 否则到了另一个世界 墓主人怎么证明自己的身份呢 一个通常情况下 在汉代时期 包括西汉的东西 在汉代时期 都是有印章的 包括南越王 是不是 包括我们上东西 红土山 包括马城汉墓 都有印章的 甚至于小的墓党都有 那么小墓也有 包括其他的墓党都有这时期 但是这个没有出现 这种现象非常反常 看着已经清理完毕的陵墓 考古队员陷入了沉思 之前发现的稻洞 在距离墓室 还有数米的位置 就消失了 也就是说 盗墓贼并没有进入墓室 所有的陪葬品 也没有被盗过的痕迹 印章难道不翼而飞了吗 没有找到印章 意味着考古队员 将无法准确确定 墓主人的身份 从这个承拔制度来看 那么再从关国制度来看 那么这些都证明 都说明 这是一座什么呢 一座亡灵 而且呢 墓葬没有避到 同时呢 我们做得非常仔细 那么这又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 落荡的时候 这个墓主人 压根的就没有放什么的 没有碎的印章 双汝山汉墓中 出现了太多的反常现象 这让任湘宏感觉到 在林墓主人的身上 一定发生了什么特殊的事情 才让这位极北王 没有按当时完整的 诸侯王葬制下葬 双汝山汉墓 经过八个多月的艰苦法局 收拓了两千余件文物 但是 随当品的数量和规格 远远没有达到我们 预先想象的程度 甚至连也没证明 牧主人身份的印章都没有 更明显的是 汉带亡灵中 常见的预期 少得离奇 这种奇异的现象 迫使我不得不重新生死 当初对牧主人的判断 难道牧主人不是刘虎 考古队员开始查阅史书 希望能有所收获 但关于吉北王刘虎 在汉书中 仅仅留下了这样的记载 此世王胡四 五十四年轰 短短十个字 就概括了刘虎的一生 在史书中找不到线索 他们只能重新将注意力 集中在墓葬上 此前在清理墓道时 考古队员曾发现 在靠近墓室部分的墓道两侧 已经修建有明显的排水沟 但是随着双乳山汉墓清理完毕 他们惊讶地发现 排水沟在向外墓道方向延伸的时候 逐渐消失了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 就是在双乳山墓道的 就是什么 就是在外墓国 就是墓道的位置 这个位置你看现 有个水沟 排水沟 这个排水沟呢 从那个外墓国的南边 从那位置 你看没有 上这桌 我们看很清晰 而且深度宽度很清晰 那么在上背 再往那桌 到那个位置呢 就消失了 按整床情况来看的话 我们从看的上面 还有痕迹 应该还继续相比走的 但是呢 到那个地方就停止了 这说明上呢 这个墓道呢 没有做完 就是这个工程呢 就到此结束了 除了这条消失的排水沟外 双乳山汉墓的墓道中 还有一处 更加让考古队员 无法理解的设施 现在我站的位置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 在墓道的中心位置 那么这个位置呢 也是外墓国 也是随藏车马骑的 这个外墓国的最背端 那么这个位置呢 我们发现什么呢 发现有石头里的墙 就是背端 是一个石头墙 这个石头墙呢 就是一个 整个背端 全是石头的 但中线呢 它有一个缺口 这个缺口呢 大概是文印象当中啊 大概是东边 东西大概是八十公分左右 但是深度呢 高度呢 大概是一米多 那么这个缺口呢 就像一个门一样 那么也象征什么呢 我们车马 大概墓主人呢 就在那边上位 上位一个储形的一个通道 这样简陋的墓门 出现在一位 西汉诸侯王的陵墓中 简直令人无法想象 枣石量达到 约九千立方米的 巨大陵墓 却只用碎石头 垒了一个门 这不像西汉诸侯王的豪门 反而更像是 普通人家的柴门 那么这个石头墙呢 这个用的石块 非常的粗糙 我们在上面 找不到一点的加工痕迹 而且也非常小 非常简陋 当时我们也很吃惊 是不是 当时迷工呢 就这个 跟我一块发掘的 那么他说 比他们种地里的石头 天梗啊 那个地盐的天梗 比那还要粗糙 他一看就不像王的 他觉得甚至说 还不是个平民北京的 木道用的石块 那么由此呢 我们也开始考虑什么呢 这个木主任 是否是我们当初的推断 仔细观察 不仅墓门 考古队员发现 双汝山旱墓中 整个木道的修建 都非常粗糙 木道是通往墓室的必经通道 巨大的棺骨 以及各种各样的陪葬品 都要通过木道 运送到墓室中 因此 木道本应该是一个 开凿平整的斜坡 但眼前的这条木道 好像根本就没有认真加工过 木道上的石头 坑坑洼洼 凹凸不平 在距离双汝山 几百千米外的江苏省徐州市 这里曾经发现了 许多西汉时期的亡灵 灵墓的门前 几乎都有一条木道 两边的山岩 以及木道底部 都被扫得非常平整 双汝山汉墓 木道中的种种反常现象 让考古队员陷入了 重处疑惑之中 按照考古队员此前的推测 大墓主人是极北王刘胡 他在位长达五十四年 才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 修建出如此庞大的地下庆功 然而现场的种种证据显示 这一座陵墓的木道 当年或许根本就没有修完 连木道都没有修完 那陵墓是否也没有完工呢 考古队员开始重新审视 双汝山汉墓的奇特外形 在我们法教的这个程度之前 从来没有见到这样的 亡灵的木道性质 所以当时我们称呼都无法称呼 当时教学有什么呢 就是叫这个双甲子性 那么就是一个 连一个大甲子 连一个小甲子 但是呢 我们如果跟其他比较的话 这样的木道性质 从来没有见过 那么我们会议呢 这不可能是一种西汉时期 统长常见的一种木道性质 在外甲子的四周 考古队员还发现 有四条在石壁上造成的 简易通道 这显然不会是 留作下葬的通道 很可能是当年 修建陵墓的工人 上下行走的过道 如此大规模高规格的陵墓 怎么会留下这些 粗糙的简易通道呢 这让考古队员 有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双乳山汉墓 不仅仅是木道没有完工 而是整座陵墓 都没有修建完毕 最初的设计应该什么呢 就是一个假的性质党 那么说是从 对木口的 基本上是25米建方的 那么一个开口 一直下到什么呢 下到就是现在 至少是现在 我们发觉的那么22米生 就是一个我们常见的 也就是说在西汉时期 类似于传图微学的 这样的一个假的性质党 2000多年前 吉北国显然是出现了 一些意外原因 才让陵墓的修建工程 停了下来 外甲字并没有早晚 所以才出现了这样一个 奇怪的双甲字形陵墓 那么新的疑问产生了 当年吉北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才让吉北王的陵墓 都没来得及修完呢 按照汉代的规矩 诸侯王都是吉位后的第二年 就开始修建自己的陵墓 陵墓一般都提前设计好 形制和规模 然后开始动工 先在山体中凿出陵墓的规模 然后开始精细地加工和装修工作 陵墓的修缮会一直持续下去 直到诸侯王衰老 或者使疾病缠身而亡 眼前的双乳山汉墓 连甲字形的外观都没有早晚 这位吉北王就仓促下葬了 难道是统治的领地 财政出现困难 当时的吉北王 无力修建规模如此巨大的陵墓 工程只能半途而废 诱惑者 是在陵墓的修建过程中 墓主人突然去世 因此只好葬在没有完工的陵墓中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考虑大概是有两个原因 其中一个墓主人也出现特殊情况 像是突然暴毙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什么呢 就是经济条件达不到 但是呢用这个去考虑的话 那么有一些还解释不通 你比如说墓葬里面的随葬品 你像是什么 包括他的管国 他还是什么呢 是一个祖后王的一个规格 他还是有财力的 这个墓主人省钱用的一些 最常用的一些预见 没有随葬 这个呢又非常矛盾现在 又什么是我们不可理解 到底是什么原因 那么用那一个解释呢 还是解释不通 更令考古队员感到奇怪的是 他们在墓穴的石壁上 还发现了许多方形浅坑 而且越靠近墓室的底部越明显 这些显然不可能是无意造成的 也不像是施工留下的痕迹 这些浅坑有什么用处 他们会成为解开物脏 种种疑问的关键钥匙吗 墓壁上留下了许多的痕迹 这样的痕迹呢 一开始我们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思考到底是干什么意思 特别什么呢 特别是在墓当的底部 在国室的上部是最密集的 而且这个位置呢 如果是墓方传途威胁 是一种假的形的数学词的坑的话 那么这个位置正好是 荒肠踢走的位置 而且它那个方的呢 有的是有大一点小一点 但是它们都是方的 基本上是 看上去呢 非常像那个荒肠踢走的 那个踢走部分 那么所以呢 我们当时考虑呢 可能是不是象征荒肠踢凑 荒肠踢凑是汉王朝赏赐的 一种高等级葬制 北京的大宝台汉墓中 就保存有完整的荒肠踢凑 它是设在棺谷外的一种墓结构 用去皮的柏木堆砌而成 黄肠是指棺谷外的黄色柏木 提凑是指用柏木来堆砌的方式 合起来称为黄肠提凑 也就是说 墓室墙壁上的方形浅坑 是在暗示着黄肠提凑的形式 但是为什么要用这种隐晦的方式 来表示自己下葬的等级呢 墓主人有什么见不得光的难言之隐吗 这让考古队员想到了另外一种可能 双乳山汉墓的主人 或许不是此前推测的刘胡 而是他的儿子 末代吉北王刘宽 据汉书包括史记文献记载 吉北有几个王 但是世界卡在里面 那么只有刘胡给刘宽 公元1997年 然后刘胡去世 然后刘宽的基尾 做了什么呢 这个基尾王 之后又出现什么呢 就是刘宽跟他的父亲刘胡的妃子 包括他的母后 然后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一些关系 有被人论 同时呢 他还在寺堂里面 作诸皇上 作诸汉无敌 这个事情爆露以后呢 早地就派人来进行问罪 那么刘宽呢 知道以后呢 然后就围罪自杀 有关刘宽死后 是如何下葬的 史书中并没有记载 但考古队员 已经可以做出大胆的推测 刘宽当年畏罪自杀后 他的家人只能匆忙准备葬礼 由于吉北王刘宽 属于非正常死亡 所以他的陵墓规模 已经不可能达到 最初的设计标准 工人们只能另外开凿出一个假字 来代表刘宽诸侯王的身份 修建时间太过紧张 墓壁上还留下了施工用的通道 墓道也没有凿瓶 盘水沟同样没有时间修建完毕 最后临时用石块堆砌成了木门 修建了多年的陵墓 只能说是一个半成品 一代吉北王刘宽 就这样被葬在了这座 尚未见完的吉北王陵中 而黄肠提凑作为汉王朝赏赐的一种特殊待遇 诅咒天子的刘宽肯定不可能使遇 因此刘宽的家人只能在墓壁上 凿出一个个方形浅坑 替代黄肠提凑 与此同时 对于双乳山汉墓中 为何只随葬了少量的玉器 考古队员也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在汉代时期 人们把鱼看是非常重的 那么往往是什么呢 就是鱼与鱼的 一个人的品性和品德 往往以什么呢 以鱼来作为一个衡量的一个表征 那么我们看一下刘宽 出现了这种情况之后 他的乱地道德是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那么在汉代时期 在当时不可能用于大量的鱼 来进行随葬 双乳山我们发掘的墓壁里边呢 像是只有一些什么的 最基本的少量的一些随葬的语气 但是相当于一些什么的 相当于平等的 像是语仪 像是一些这样的一些东西呢 就大量建设了 生者配育 以彼其得 由于刘宽的种种不合理智的行为 因此在双乳山汉墓中 考古队员只找到了 玉卧 玉枕等一些基本的藏玉 同时 作为西汉诸侯王下葬时标配的玉衣 刘宽也没有资格使用 只能随葬相对简单的玉覆面 考古队员推测 因为刘宽犯下如此多的罪行 所以最终连证明自己权力和身份的印章 也不允许陪葬在身边 他自问以后呢 他毕竟是一个王的问题 所以他的桑葬事呢 还拿着王的规格来进行什么呢 随大的 那像是策刀制度 像是关国 还是一个王的制度 那么知识的监督什么呢 就是预期减少了 不允许他 得使用一些王的那样的规格的一些 语来进行随大 那么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对中央配人来监督 来进行随大 如果是刘宽的亲信家人来执行葬礼 他们肯定不会让刘宽到了地下 还要背负着世间的这一切罪责 葬礼的现场 可能有汉王朝派来的人 他监督刘宽的家人 不许按诸侯王礼下葬 而且在最后的时刻 敲碎了两件预剑制 放到了刘宽的陵墓中 因为预剑制 这种东西 这种预剑制 它没有其他用途 它唯一的用途是什么呢 就是把它想牵了一个架桥上 然后是挂件使用的 那么无疑这种现象 它不应该处在这个位置 不应该出现破碎这种现象 那么当时这种现象 它是可观的时候 就在这个位置 那么我们不得不考虑 应该就是刘宽 好想似的指明了刘宽 应该就是什么呢 八件字上的 而且这个预剑制 也极有可能 就是它八件字纹的 那个肩上的预剑制 那么这个牧主任 可能就比较明显了 如果我们考虑是 刘宽的话 那就比较吻合 两千多年后 在双汝山村民的铁锤钢签下 一带极北亡陵 才重新与世人相见 历时两百多个日夜的发掘 考古队员历经苦难 困惑 惊喜 此刻围绕着双汝山旱木 种种的推测 终于水落石出 今天 双汝山旱木中出土的 两千多件随葬品 就静静存放在 博物馆的库房里 等待着下一次的亮相 一件件珍贵的文物 犹如封印了 一个个历史瞬间 吸引着人们去参观 去解读 但是 目前有关极北国的诸多疑问 还没有完全解开 如果双汝山旱木的主人 是末代极北王刘宽 那他的父亲刘胡的领悟 用在哪里 其他的极北王 又是否会被安葬在一起 一切都等待着考古队员 去探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